我们先为您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是关于蓝白整合的消息 台湾民众党刚刚发出一个通知 宣布党主席柯文哲 明天上午11点就要带着副手一起前往中选会 当即成为中华民国第16任正副总统的候选人 但这位副手是不是之前传出过的 前雅虎大中华董事总经理邹开莲 民众党不愿证实 以上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